兩個部分 第一個在講說 我們韓國瑜韓市長 很努力在拚 農產品的銷售等等 第二個議題大概談到中年 我覺得這兩個是分開來討論的 任何的市長拓展城市外交 要去努力 我覺得都很給他肯定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去年度我們的農產品對外 貿易是54億美金 54億美金 乘以30就多少錢 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們當然鼓勵在這個基礎市場 能夠更好 所以每個縣市長到海外去 能夠拓展 不論是農業或者工業或商業 我覺得都是好事 我覺得這部分 我想不會有人反對 我們應該給他肯定跟支持 只是我要講一個問題 我們去推廣了這個過程當中 他到底是不是基於 自由貿易經濟之下的 一個市場的推廣 這是其實大家很多人 在質疑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如果我簽了這個約 他是政策性的採購 為什麼 因為你叫韓國瑜 所以我給你買 然後我買了兩年 如果不是韓國就不給你買 到底他是不是一個 正常的貿易行為 這也是我們賴清德 賴清院院長講說 我是賣農產品不是賣生 他提的意思在這個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說 韓市長面對外界的這些質疑 我認為他可以把這些 都公開來講 還可以有幾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確實讓農民 真的有賺到錢 第二個 對方的採購 最後採購人在他當地的市場賣 他確實也有賺錢 因為我想這才叫自由經濟貿易 今天別人跟我們採購 比如說我們的成本3塊錢 假設 他跟你說 我給你買4塊錢 我們的農民是不是賺了1塊錢 很好 可是他在現場可能賣5塊錢 他也賺了1塊錢 當地人也覺得好吃來繼續買 這叫做自由貿易的經濟狀況 可是如果今天 我們是3塊錢的成本 我說我只要2塊錢跟你買 這當然就有問題 農民會跳出來 對 所以我就講 你讓我講完 或者是說我4塊錢跟你買 可是我在當地的市場賣3塊錢 那是叫做經濟統戰 我剛剛講說 我不曉得結果是怎麼樣 我只是提到說 像賴清德 賴清德 有提到這些質疑等等的 我覺得賴院長在 我們韓國瑜韓市長 在出訪回來之後 我覺得總會可以講得更清楚 第二件事情 我就覺得比較有趣 一直在講中年辦 中年辦 大家當然就會提到說 中年辦是什麼的 有趣的機構 台灣的政府官員 到香港去訪問的 韓國瑜韓市長不是第一個人 在他前面有好多位 我看到的馬英九 郝龍斌 然後那個什麼 柯P 柯P 都去訪問過 這些人去訪問的時候 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去中年辦 我們去想一下那個問題 是因為 黃偉漢有去過 是因為說我不曉得 你聽我講完 不是你想去就能去 人家當你是大咖才找你去 這幾個 所以馬英九不夠大咖 馬英九去的時候 還沒有中年辦的運作 有啦 馬英九是2001年去 他已經成立了 1999年之後他就成立中年辦 他是2003年辦 一開始前生是清華社 我要搞清楚再來講 因為我有去過中年辦 這裡有寫得很清楚 現在要去的時候 你不用翻資料 我可以跟你講 1999年12月28號 1999年12月28號 根據中國國務院常委員決定 就把新華通訊運作 從2000年1月18 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同 住香港特別去聯絡辦公室 簡稱中年辦 我只是 Google是好東西 但中年辦是2003年 得開始運作 那我講完好不好 我再想說這些人 那個時候 我還是想要跟你澄清說 他可能是1999年宣布成立 但是2003年才有派任主任 好幾個市長都有去 我只不曉得說 為什麼這些人 沒有被邀請到中年辦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韓國瑜比較重要 我覺得一個比較有趣的狀況 中年辦到底做什麼事情 今天我們如果要去香港 促進台港間的關係 不論是各方面的經濟 當然主管單位是在 我們的香港特區政府 或者是也許我可以去拜會 香港的立法會 因為這兩個是最重要 行政跟立法的單位 可是為什麼 大家對中年辦有一個疑問 其實中年辦沒什麼了不起 他比國台辦危機還小很多 中年辦為什麼 因為他是代表 中央政府在香港推動 一國兩制的重要的執行單位 所以有許多人對於 是不是去中年辦 會擔心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是不是去 感覺去肯定 你的一國兩制的東西 中國當時在推動 香港一國兩制的時候 什麼歌奏跳 馬照舞歌奏跳 他就是希望說 我們充分的尊重香港的自主權 可是我們有看到 當中年辦在香港成立之後 最後我們會發現 香港的自主權 最後誰不都聽中年辦的話 香港做過一個民調 70%的民眾認為 現在是中年辦說了算 不是香港特區政府 你怎麼樣尊重這叫一國兩制 我不是尊重你 不同的生活制度 完全尊重他嗎 但是當中央中央政府 在香港設個中年辦之後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他是一個不受前置的單位 而他可以要求香港的 特區政府做他想要的事情 有人提到 剛剛就有講到陳菊 說陳菊之前也見過 我認為這個OK 因為他是 中國國務院對台的辦理單位 除非你不要跟中國 做任何的往來 否則你面對中國政府的時候 你第一個最重要面對 就是面對他 只是說你對他的面對 你是用一種遮遮掩掩的態度 還是用一種大大方的態度 有人跟他講 我看一下 大家都在提說什麼陳菊見面 陳菊見面錄會剛剛有講了 他確實有報備 這之前就報備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假訊息 要更正 而且香港其實有許多人 對於中國設一個中聯辦在香港 認為他事實上 米其名說是執行一國兩制 事實上就是最後變成一國一制 這是很多香港人民的一個看法 這部分我也覺得 為什麼 因為從他實務上來看的話 中聯辦從各行各業 一直去伸手插入 香港的內部自行的管理 所謂的一國兩制的自治的部分 已經開始逐漸的減輕 這也不然為什麼過去會發生 這麼過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大家是 具體去做決定 韓市長要去之前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不能夠 先跟陸委會來說明說 他有這個行程 我補充一分鐘 因為我其實聽到是盛英委員 他應該也是有很好的準備 就什麼很多資料 有 他有查了很多資料 大家可以互相對照一下 資料的正確性 盛英哥其實他也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其他的市長去 香港沒有去中聯辦 好像他是迪士尼樂園 我想去就可以去一樣 這是前面的說法 後面講說 70%的香港民眾會認為 中聯辦其實是比特區政府 還有更高的權力 那不就矛盾了嗎 你到台灣來 為什麼只見了 蘇生昌明 接著蔡英文 不是你想見都可以見得到的 中聯辦當然是 中國大陸在香港的 實質的代理人 所以他的權力是高的 政治權力是高的 可是行政權跟立法權 是交給特區政府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講陳菊市長那個 陳菊市長是市長 那是英哥就覺得說 他見國台灣主任是OK的 可是陳菊他不是委會主委 你為什麼要見國台灣主任 如果去見了中聯辦 中聯辦絕對是實行一國兩制的 示範單位跟執行單位沒有錯 但因為他是執行一國兩制的 所以我跟他見面以後 我就認同一國兩制 所以陳菊當天見了張志菊 就認同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統戰 國台辦就是對台灣要統戰的 你為什麼跟他見面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我看你是綠綠的 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看你是紅紅的 你就什麼都不行 這就是兩套標準 所以我還是回到 我一開始講的就是 這些事情斑斑可考 過去二三十年 民進黨永遠用這一套來 每一次都是有效果的 他會傷到國民黨政治人物 沒有錯 可是韓國瑜既然選擇要去 他就必須承擔這個傷 看最後台灣民眾對於這個事情 是不是還認為有那麼傷 所以我還是那一句要期待 1月11號的大陸 市民委員說 韓國瑜可能成為2020的 總統候選人 所以大家就用放大鏡來看他 可是你到底是用放大鏡 還是用一個紅眼鏡 我說眼紅看什麼都是紅色的 其實韓國瑜還沒有踏上 香港跟澳門 這些訂單 就已經被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說成是統戰訂單 政治訂單 只是沒有說成是賣台訂單 包含劉士芳還有蘇巧惠 在他們還沒有去之前 就說這些訂單 就是統戰訂單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你眼紅把他什麼都看著紅的 而韓國瑜事實上 從他現在開始在推展這個訂單 要把高雄農產品賣出去 這一段時間裡面 包含他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是不是我們包含我們的農委會 還有包含我們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就不停的拿牙籤 拿竹籤 現在拿棒子整個夯下去 就是一再不停的挑毛病 剛才大家一直在講說 特別是蔡自英偉 我現在直接整理就把中聯辦看著 就把它變成說這個裡面就代表 你這整個的過程裡面有問題 我要特別講一下 那麼魯惠會一直說 好像中聯辦你沒有事先報備 那麼有一些還把它變成說 好像是密會中聯辦 但是大家都知道事實上 香港中聯辦還有澳門的中聯辦 韓國瑜去的時候 媒體都有掌握行程 像包含他去中聯辦 就是在香港的時候 事實上媒體有在報導 那去澳門中聯辦之前 我們還有媒體開始在連線報導說 他們會在哪一家吃飯 那家餐廳它有什麼什麼樣的特色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這是密會 這裡面會有什麼賣台 簽了什麼樣的協議 請問一下 媒體都可以掌握的行程 這叫做什麼樣的秘密行程 賣台行程 我想請問哪一個人賣台 還讓媒體都知道 我準備去賣台了 我準備進去 趕快拍我 我馬上就要去那邊簽約賣台了 然後馬上就要去那個什麼 出賣台灣的主權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你陸委會人家在外面拚訂單 立刻就要求韓國瑜 幾乎是要求韓國瑜打報告 你請你立刻說明 請你立刻解釋 不然沒有辦法解釋 台灣人民的疑慮 剛才我們特別提到 很多中聯辦的角色 那麼剛才講說 中聯辦的意義 就是在於執行一國兩制 所以你去見了中聯辦的主任 就代表你是見證一國兩制 你接受一國兩制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中聯辦主任 你不要以為 他只是要不要見台灣人而已 美國去年 美國駐港的總領事 也是去見王志明 也是同樣一個人 也是一樣 他們也是說 這個見證香港的一國兩制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為什麼不去抗議美國 對不對 蔡英文常常要抱美國大腿 為什麼不去抗議美國 你去見這個香港中聯辦 是不是代表美國也接受 也見證一國兩制的成功 也肯定呢 你需要這樣嗎 其實現在很多都看到 包含謝長廷在2013年的時候 2013年他去訪問香港 他見了香港的特首董建華 那時候誰去接機的呢 那時候是中聯辦的一個副主任 去接機的 那個名字我忘記也姓唐 那請問一下 那麼謝長廷他到了香港 也見到了中聯辦的 雖然應該不是主任 但是也見到了一個副主任級的 請問一下 你們也認為 謝長廷是去見證 香港的一國兩制的成功 接受一國兩制嗎 民進黨曾經有去質疑謝長廷嗎 沒有吧 對不對 為什麼對韓國瑜 就要這樣子挑三拣四 動不動就要給他丟紅帽子 剛才才講 同樣的 陳菊去見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 賴清德也去訪問過 蘇智芬也去訪問過 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首長 到了中國大陸訪問 也是說我們都是在為我們的農漁民 來爭取訂單 或者是像陳菊當時說爭取 我要做一個什麼海港城市 拜託你們這些城市 港口城市通來參加 參加我的研討會 或者當時高雄舉行 世界運動會的時候 也希望中國大陸的選手能夠來 對不對 你講的都很冠冕堂皇 那個時候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給陳菊或賴清德穿小鞋呢 有沒有人給陳菊穿小鞋 有沒有覺得說 你去看國台辦主任 就是見證一個中國的原則 有這樣子嗎 大家也都認同說 你們去做然後做兩岸交流 希望幫你的城市 不管是觀光體育 或者農漁產品 當時國民黨不會給你穿小鞋 所以現在有些民進黨的人的言論 我實在是聽不下去 完全的兩套標準 就是陳菊去見 賴清德去見 蘇智芬去見 都不會賣台 但是韓國瑜去見就會賣台 韓國瑜現在還沒有去北京 還沒有去北京 他還特別講說我是難難合作 我跟你講 所有民進黨的話術 我幾乎都可以幫他說出來 如果有一天韓國瑜去北京 他即便什麼人都不見 他一定講說 韓國瑜準備選總統了 所以要去北京 要去跟中南海報告 是不是一定這樣話說 面試 對 一定說面試 要取得門票 對不起賴老師 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今天如果民進黨 上至蔡英文 蘇貞昌所有陸委會 還有很多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或者清綠的名嘴 或者清綠的學者 看到韓國瑜 你就是用這個紅色的眼鏡 因為眼紅 眼紅人家就認為 他什麼都是紅的 就是訂單都是紅通通的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還有市政府 為高雄市的農漁民 為高雄市的一個城市的交流 或者拼經貿 拼訂單 他的成績的努力 有沒有這樣的政府 一天到晚在扯後腿 當陳菊去大陸的時候 請問一下 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有沒有幫他扯後腿 有沒有扯這樣的後腿 因為不會 你這樣就覺得說 對 國民黨太善良了 或者說國民黨就是喜歡 怎麼兩岸交流 不是這樣子的 你可不可以給 這些地方首長一點點空間 如果今天動不動 就是楊謙 竹賢縣 大棒子去夯人家 請問一下 他爭取來的訂單 對高雄的農業幣 有沒有好處 我們台灣要這樣子嗎 你要這樣政黨 惡鬥到這樣的地步嗎 你不是在整韓國瑜 你是在整高雄市民 你們真的是在整高雄市民 我只要講說 今天民進黨 你永遠有兩套標準 永遠是丟人家的紅帽子 請問一下 台灣還要不要前進 我們是不是還要 繼續的固步自封 所以韓國會講得很對 你朱八戒沒有辦法 賣這些人參國 你賣不出去 我賣了 你就眼紅 然後你就罵我 你就扯我的後腿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老百姓會看得 你不та對欣儲的 我不能打算 對欣償的 我們還是要去 你現在是不去 你這時候 你也是